你承不承认啊 现在的态度和最初一两个月不一样了 可能少了当时的那份就对她的 是可能吗 有一些就是热情嘛 少了一些热情 你确定不是报复我吗 我不在的时候你还会和那么多 五六七八个女的聊那么嗨吗 有的时候这个 我这个功能其实真的不稳定的 不是说哪天你放假 你就可以完全轻松的那种 你知道吗 那你给人家聊天的那种是什么 问家下班了没有 累不累啊 要不要一起吃饭什么的 当做我的面啊 大哥 我是想着 因为做这个 我就想着能搞好关系啊 所有一些哥啊 姐啊 这些客套的 真的是出于客套的 礼貌性的问候一下 只是那样没别的意思 包括男的我也会这样问的 比如夏长大 我也会这样客气地问一下 我不相信 我觉得过不下去了 所以你今天来到这儿是分手的 叔叔你还对他有没有喜欢之情了 有 有 我挺喜欢他的 但就是这种相似的方式 我觉得实在没办法接受 越喜欢越受不了他的冷干 对 越喜欢越想和他分开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就是我想让他改变一下 就是希望几位老师能够好好说谓他 来 请老师给你们出出招吧 怎么办 这姑娘这个 带着眼泪啊 说喜欢你 但就要和你分开 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帮一下这对小情侣啊 来 我们共同进入 丘比特问卷 这样的男朋友 你如果一定要让我说的话 我会说他会从头到尾都没有上过心 一早 只是因为他发现你跟其他的姑娘不太一样 不是那么好哄 没有那么快的黏到他身边来 发一句 今天吃了吗 你可能半天不回他 等到后来发现你跟其他姑娘都一样了 没事也会来查他的行踪了 然后翻他的朋友圈 介意他的异性的这一些关系了 他就可以开始冷淡你了 因为有的时候 女人进宫是以退为进 你以为她的眼泪是对你的投诉 对你的爱呢 其实只不过是因为自己的失败 当然你也可以再冷静地想想 女朋友究竟是以退为进 还是真的爱你来辩护 而你究竟是要在你的工作 和你的这一个感情中间 怎么去找到平衡 不是任何一个成年人教你的 因为我们教了你法则 你也得自己练习 如果你练习不了 今天教了也没用 听听郭老师怎么说吧 我觉得谈恋爱就像 打太极拳一样 互相征服 然后我就要征服你那种感觉 然后我要占有你 然后当我 占有你了以后 我觉得你好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没有什么可以 然后我再去寻找其他可以让我征服的人 其实怪你 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对人家 就是爱搭不理的 然后他当然会觉得 那慢慢我会去找其他可以让我 去有征服的女孩 现在 然后你看他一下子不理你了 然后你又反过来去追他来了 他当然会有一种优越感 人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你就应该 当发现他 对你已经变了的时候 你应该冷下来 我觉得谈恋爱应该一直都是平等的 就是他的火候什么时候 你也什么样 他降了你也降 难受你要忍 对 回老师 人跟人是不一样的 就像你们俩身上穿的衣服一样 一个是纯白色 一个花里胡哨 淑女往往爱的专一 但并不热烈 但情种往往爱的热烈 却并不专一 但是淑女呢 现在有点不淡定了 我告诉你 情种有几个特点 第一就是热烈 当她眷顾于 云云众生当中的某一个异性的时候 她的那种狂热的攻势 是一般的淑女 很难抵挡 但问题是 她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情种 没偿性 当她对某一个 攻势热烈的时候 而得不到反馈的时候 她迅速会找下一个 这是情种的本能 但坦说的来说 你也不得不承认 其实谈恋爱 就是一件很费脑子的事情 比如说 我吃饱了的时候 你饿不饿 我孤单的时候 你寂不寂寞 我悲伤的时候 你快不快乐 我热的时候 你冷不冷 谈恋爱 无非是这些 费脑筋和一些 没有价值的事情 但是 你并没有做到 长情的对待 你没有坚持几个月 所以 闷心自问的来说 你没有那么喜欢她 或者你内心 也可以平衡一下 她和你众多的 那些女客户相比 并不是最优秀的 而至于女生 踏踏实实做你的淑女 当然了 如果说 你内心也挺喜欢 这种欲情故纵的话 那你也有你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 跟你一样专一的人 彼此可能不那么热烈 挺平淡的 牵挂着对方 我觉得这 才是恋爱 祝你幸福 谢谢老师们 谢谢老师们 谢谢老师